名人回到过去终于要和班交战了 就在他封印了三代雷影之后 都操纵的战场上仅剩下的影召唤出了一具棺木 最敏感的飞奸瞬间眉头紧锁 看来最讨厌的家伙终究还是来了 和前世一样 班用与众不同的方式霸气登场 等了这么久终于被复活 他原本想来个与之波狂笑 但当他发现复活自己的居然是绘图转生 顿时心情不爽 谁影看到班神色肃穆地说道 没想到被绘图转生的居然是您呢 战国年代的枭雄与之波班 班满心不悦地问他这个绘图转生的失数者是谁 还没等水影回答 都便占领水影的意识向班解释了事情的缘由 并说明自己也是计划的知情者 迫于联军的压力 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复活您呢 班听完不屑地表示区区杀力而已 居然还用上了飞奸的小把戏 带土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突然班察觉到了身上一股异样 他拉开铠甲低头看去 发现居然是柱间的脸在他的心头上 一丝诡异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 这个较兜的看来是个善于谋划的家伙 不过胆敢将我召唤出来 说明他也不过是个自作聪明的鼠辈而已 这时连军不断地向这边靠拢 班扫尸了下四周后稍稍吃惊 他没想到五大国还有联合在一起的一天 而且之中居然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 大野木简直难以置信 那个让他留下一辈子阴影的人居然再次出现了 飞奸同样咬牙切齿地看着班那邪恶的身影 班同样狠狠盯着飞奸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带走他弟弟全奈的人 在场的只有名人坦然自若 是时候让忍者之神登场了 他用飞雷神将隐蔽在结界中的柱坚接了过来 一看到柱坚 班刚刚还冷酷无比的脸瞬间消失 大喊着柱坚的名字 再次见到老对手柱坚同样兴奋的一笑 先前他已经从名人那里得知 他们二人的终结之谷大战后班并没死去 而是用铜束衣鞋那起逃生了 并成为了现在搅动人界的幕后黑手 他让班马上停止那疯狂的月之眼计划 班听完冷哼了一声 表示他和柱坚还真是合不来啊 看到柱坚远在基地的都再次直垂地板 名人那家伙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没用上 好在他提前做了准备 对班的身体做了加强 现在的班早已超越他全胜时期的实力 名人让我爱罗和三代前去追击谁也 班就交给初代和飞奸来对付 班本来身为顶级强者 眼里除了柱坚之外的人都是杀力 但下面那位夹着特效的小鬼却让他感到满心的不悦 都操纵着谁影像般做了解释 他表示这人就是九尾的人助力 名为漩涡名人 还有你的轮回眼也在他身上 班听闻漩涡的姓氏顿时眉头紧锁 原来是漩涡水户那个女人的族人吗 班男男着的同时双手结印发动了通灵之术 名人真身以及所有影分身的腹部瞬间传来了一阵巨痛 九尾满脸惶恐地说道 这股试图召唤老夫的不祥查克拉难道是那个家伙 名人点了点头 虽然时间略有不同 但那个男人终归还是来了 不过他让九喇嘛不用担心 不管发生什么这一次都没有人能再将他们彼此分开了 联军的战场上 班缓缓起身地表示九尾的确还在人助力体内 轮回眼居然也被夺走了 带土和长门那两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也罢 沉睡了这么久既然复苏了 班决定好好活动下精误 他从高台上一跃而下 联军中就大野木曾和班接触过 他满脸恐慌地让大家千万不要直视对方的眼睛 只要闭上眼睛就能被打得轻一点 这时柱坚迎头赶上挡在了联军的最前方 他让众人者们快速向后撤退 二人的全力之战即将来临